港澳辦主任黃光雅日前指本港公務員 缺乏規劃視野,不懂得做老闆 行政會議召集人梁振英就認為這一番話 並非針對行政長官曾蔭權 又認為本港公務員好有質素 施樂緝報道 港澳辦主任黃光雅日前指 香港公務員習慣了港英時期的一套 回歸之後,只是懂得接受和執行指令 缺乏長遠規劃視野 不懂得怎樣做老闆 有意見認為言論是針對曾蔭權和他的班子 但是行政會議召集人梁振英就認為不是 我相信黃光雅主任這一番話 並不是針對任何人 更加不是針對行政長官曾蔭權先生 中央一直十分支持 我們的行政長官依法施政 他說公務員團隊具備規劃和設計的能力 又很專業 相信他們有能力與時並進 香港的公務員是十分能幹 十分勤奮 而且是十分專業的 我完全相信在現在社會新的發展 新的形勢底下 他們可以做到與時並進的 他又認為除了公務員之外 整體社會其實也要有定定長遠目標的意識 亞洲電視記者施樂秋報導 可能想被改變 制完成了 總部長官對應 擁有豐盛 在女兒 等於可以